拿出已经编织好的鞋底 准备好线材 那兔子毛线鞋的鞋帮的第一圈 是用和鞋底一个颜色的线来编织的 拿起这个蓝色的线 右手拿住线头 在左手的小指上绕一圈 食指调过线 中指和拇指捏住线圈的根部就可以了 我们拿起已经编织好的鞋底 大家可以看到 纹理非常整齐的是正面 那反面是不太整齐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编织第一圈的时候 是背面 鞋底的背面 面向我们 我们开始编织一圈的短针 第一圈短针除了鞋根部分需要剪针 其他部分都是正常的来勾织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在鞋底的中间位置 我们大概在鞋底的中间位置净针 好 那我们鞋底的减针部分是在中间部分的左边和右边各减两针 那剪针的地方呢 也不用数勾织多少针再剪 我们就大概的在鞋底的部分剪两针 那这边来剪两针就可以了 转动勾针 把线勾过来 再转动勾针 勾织一针 锁针 在 也是在同样 锁针进针的地方 我们再进一针 把线勾过来 勾织一针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会发现 线头是在鞋底的正面 为了让整个鞋子美观 我们把尾线拉到内侧 随便找一个地方把尾线拉过来 让它在鞋底的背面 然后我们在勾针的时候 可以把尾线放在勾针的上方 然后再进针 这样 勾织短针 然后再勾织 好 那下一针呢 我打算两针并一针 那短针的并针是 两个半短针来并 为了让鞋底更加美观 我就这一针不织 然后织下一针就可以了 这一针不勾 然后勾下一针 就相当于剪了一针 好 我直接从这一针来剪针 勾出一针 这样就空了一针 也就相当于剪掉一针 那下面再往下勾 好 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再空一针 从下一针里进针 那鞋底的左半部分 我空了两针 相当于剪了两针 那下面这一整圈 我就按照正常的方法来勾织短针 在每个针目里进针 勾织短针就可以了 我将来针 再用一个针目里进针 再用一个针目里进针 我再用一针目里进针 我再用一个针目里进针 这边的针目里进针 在针目里进针 现在勾到斜根的部分了 我们斜根的这边部分呢 右半部分也需要剪两针 我可以这一针不勾 然后勾下一针 这样呢就剪掉一针 然后下边 那这边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还剩两针 那我就勾最后一针就可以了 这是斜斑第一圈的勾织方法 我们在勾织下面的圈竖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织片反过来 这是正面 正面面向我们来勾织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剪过来 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先不要 在背面做引拔连接 那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正面 那我们把这个线先剪断 拿起白色的线 拿好线之后 把线贴在枝片上面 捏住 然后 也就是在我们勾织第一圈短针的第一针 对应的针目里进针 把这个套过来 然后 把白线绕过来 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勾织一针锁针 这样就连接上了 那我们现在往下来勾织 那到第二圈的时候 我们要勾织一圈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三针 起立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进针 进针之后 我们把后面这两个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这样 把线勾过来 这样我们就是一针长针了 然后再绕线 从下一个针目里进针 依然是把这两个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勾长针 长针绕完线之后 是两针并一针 一共并两次 绕线 进针 把线条过来 现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两针并一针 再两针并一针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长针 我们按这个方法 把剩下的针目 勾置完长针 后面的线头如果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剪断了 不加不减的第二圈 勾置一圈长针 我们勾置到最后部分的时候 要做一个引拔连接 在三针起地针 左边这个长针 对应的针目里进针 把线勾过来 然后再勾一下 这就是一针引拔针 这样呢 斜棒的第二圈就勾置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勾置斜棒的第三圈 做完引拔针之后 我们来勾置鞋帮的第三圈 鞋帮的第三圈是鞋跟和脚弓区呢 我们都勾置中长针 鞋头部分我们需要勾置长针的减针 那在勾置长针减针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个交扣 来做一个标记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鞋底部分的最后一圈 也就是第三圈 鞋头部分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是 加针是在一起的 这个针目里呢 加了一针 也就是这个针目里呢 勾了两针的长针 那 埃置的这一个针目里呢 也勾了两个长针 那这个 就是鞋头中间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中间的部分 我们往上走 那这里就是鞋头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向右 数四针 在第四针上 我们做一个记号 那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再向左数四针 是在第四针的地方吗 做一个记号 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来 勾支长针的减针的 那其他部分呢 我们都是来勾支中长针的 下面我们开始来勾支 在勾支中长针之前 我们先要勾两针的锁针 作为起立针 那中长针的起立针是两针 那长针的起立针是勾三针锁针 我们绕线 在眼拔穿过的这个针目里 进针 把线拉过来 这时候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直接三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这一针呢 就是中长针 我们再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进针 再三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中长针的勾支方法 下面我们在每个针目里来勾支中长针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看下到有些针没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的资格 我们再次两针 那边给我们说 我们再次的针目里进针 就是我们再次到から 这就是针目里的针目里 各种针目里的针目里 在家里面 在针目里进针 我们再次针接针 我们再次针 、「针目里进针锋里进针锋里进针针子里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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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鉄车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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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斜帮第三圈完成之后的样子 下面我们开始勾之斜帮的第四圈 那斜帮的第四圈是由短针中长针 以及长针的减针来勾成的 我们现在把小别针往右和往左 把各挪四针 在小别针的右边第四针的位置 一二三四这个位置呢做一个记号 那我们在勾之斜帮第四球的时候呢 鞋头是在这个位置来减针的 好下面我们来往下来勾之 那斜帮的第四和第五圈呢 我们都是在斜根和脚弓区都是勾之的短针 首先我们先勾一针 锁针作为短针的起地针 再引拔穿过的这个洞里勾之一针短针 好下面我们往下来勾之 在每一个针目里都是勾之一针短针 我们勾之的一小别针还剩两针的时候呢 我们这两针要勾两针的中长针 作为短针和长针的一个过渡 中长针是三针并在一起 好这样呢中长针就勾之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小别针先暂时拿下来 那鞋头的部分呢 还是两针长针并在一起勾出一个半的长针 然后再进针再勾半个长针 这时候三针并针 这个就形成了长针的减针 我们再做一个记号 好下面几针我们都是来这样来剪针的 好 好 好 到了小别针这一针了 我们暂时先把小别针拿下来 好 这个勾织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记号的 这就是鞋头剪针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勾织下半 下边呢 我们是在勾织两针中长针 作为短针和长针的一个过渡 两针中长针勾织完成 我们下边在每一个针目里 勾织一针短针 我们下边的针目里 好到最后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针 一针八针 这就是斜帮第四圈完成之后的样子 现在我们开始勾制第五圈 在勾制第五圈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需要勾一个带子 那这个带子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左脚的带子和右脚的带子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这一只呢 已经勾好的这一只 我们这带子呢 是从右边来勾制的 那我们这个呢 要从左边 要从这边开始勾制 那从右边开始勾制呢 这是左脚 那这边呢 就是右脚 那这两只脚来比较一下 不要差太远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在 大概在这个位置来留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做一个交扣 这个正反角的带子呢 我们留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呢 方向是相反的 那这个 大家看这一只的流 带子的勾制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在勾制 左脚的时候呢 是在对应的这边来留 好 下面我们开始往下来勾制 首先 起一针 锁针作为短针的起地针 再引拔穿过的动力呢 勾制短针 如果 我们想 最后一圈呢 用其他颜色的线 那我们就在开始的地方呢 换一下线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我就用这个颜色的线 到了小别针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把小别针拿下来 在小别针 别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再勾制一针短针 然后 我们勾制十针 辫子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好 大家 如果宝宝的脚丫呢 肥一些 我们可以 这个带子呢 勾得长一些 如果 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勾制短一些 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往下来勾制 那我现在要勾制 两个 锁针 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绕线 那在第十个 辫子针里进针 勾制一针中长针 这样的 那下面 进行 我以为你能够制作为中长针 对 在这里 让我们尽力 拿来勾制